我想跟各位校友分享的两个字 我是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校友每一位企业家 我们大家一起来反思 就是这两个字反思 反思什么呢 今年中国经济的下行 谁都知道 2018年马上就要过去 2019年马上就要到来 2018年我们可以叫非比寻常 发生了太多太多的大事 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 经济的下行 经济的下行今天下行到什么程度呢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仍然说是6.5% 但是昨天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的 一个研究小组 他们跟内部发布的报告 你们知道他们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的数据 分享数据 他们测算的今年中国GDP增长多少吗 你们猜一下多少 两种测算 一种测算 今年GDP的增速到目前为止 1.67% 另外一种测算 是负的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是负的 当然我在这里不许讨论这个测算 是正确还是不对 我们相信哪个数据我不讲 今年中国有三件事情 我想是我们没有想到 或者是我们有严重的误判 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我们有没有误判 我们有没有低估 现在中美贸易战大半年过去 快一年过去 我们回忆一下年初的我们那些言论 我们主流媒体的一些言论 什么中美贸易战 美国人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必胜 什么贸易战 中国要打下去 大打大赢 中打中赢 小打小赢 这不是我们主流媒体的声音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 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中美贸易摩托 对中美贸易战的形式的判断 我想仍然是有很大的误区 很大的误区 直到我们去深刻的反思 第二个导致我们经济下行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民营企业在2018年遭受重创 我这里讲的叫遭受重创 我们看看各种数据 民间的投资 民营企业的投资大幅放缓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 民营企业家的信心为什么遭受重创 到了11月1号 国家领导人 专门召开会议 如此高调的 有人说法是 现在经济不行了 又来开始讨好民营企业 我们有没有反思过 从连锁开始 各种言论甚嚣尘上 什么要消灭私有制 什么暂时不消灭 以后再消灭 什么民营企业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该退场了 什么所有的民营企业 都要交个职工啊 高调学习马克思 高调学习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是什么 消灭私有制 那么如此高调的纪念马克思 如此高调的学习共产党宣言 跟民营企业家传起什么信号呢 所以中国经济的下行 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 包括中美贸易摩杀 中美贸易战的日益的恶化 我们要反思啊 我们要反思 我们做错了什么 我们要反思 我们面向未来 要真正的提振中国经济 要真正的让中国经济 能够持续稳定的增长 我们应该做什么 也许我讲的观点 大家不一定同意 在此的各位校园 你们可以批评 在今天这么一个新年论坛上 我希望我的讲话结束以后 你们的心情非常的沉重 为什么我希望你们的心情非常沉重呢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主要是自己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实在是太多 我认为我们现在很多东西讲的是轻描淡写 轻描淡写 总书记在11月1号的座谈会上 讲的六个问题 这六个问题 我最关心的是第六个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在一个法治稍微健全的国家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 不用说企业家了 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的人生和财产安全 不是也应该得到妥善的保障吗 改革开放搞了40年 现在竟然由总书记专门来提 保障企业家的人生和财产安全 可见我们的法治 可见我们的社会的治理 国家治理的问题 多么的严峻呢 那么中国经济面向未来 我想有这六个方面的内部挑战 是我们需要深刻的反思的 深刻的思考的 这六个方面的巨大挑战 实践关系不可能一一跟大家讲 每位同学每位校友大家都应该值得思考 那么除了内部的以外 外部的还有三个巨大挑战 首先是中美的贸易摩擦 中美的贸易战 实际上现在中美的贸易摩擦 贸易战已经不是贸易战 不是经济战 是中美两国之间价值观的严重的冲突 可以完全肯定的说 中美关系现在走在一个十字路口 中美关系现在面临巨大的历史的考验 怎么办 我想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妥善的办法 坦率的说 那么大家最近注意到 华为孟晚舟 CF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扣 前两天就这两天CNNBBC都在报道 美国的盟国全面围堵华为 这说明什么 这不是简单的贸易和经济的问题 所以我们过去有一句话说 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机遇期 那么现在的战略机遇期还存不存在 我个人认为现在的战略机遇期 这个问题是值得反思 我个人觉得 我们现在的国际的战略机遇期 正在快速的消退 那么在这样的大的背景下 我们怎么办呢 什么叫国际的战略机遇期 就是过去的国际规则 对我们比较有利 技术资金人才对我们相对开放 市场对我们相对开放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跟各位校友分享的题目 叫40年未有之大变局 40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个大变局是内外的大变局 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想明白 有没有真正的想清楚 那当然我们现在短期的问题是所谓的经济下行 这里面有大量的数据 我不说了 大家看看10月份的数据 11月份的数据还没出来呀 几乎是全线的下行 无论是我们从社会消费到汽车消费到房地产的消费 大家看看出口 谁说贸易战对中国没有影响 谁说打贸易战 我们是大打大营 小打小营 中打中营呢 我经常问呢 我说连初四五月份喊这些话的人 现在这些人到哪去了 现在这些人出来讲一讲啊 所以我们对形式的判断 我们对国际形式的判断 为什么我们会出错 为什么我们会有误判 大家看看这些数据 那么我们这个经济下行 当然是一个长期的下行 这本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但是大家注意到 我们在经济下行的过程里面 我们现在是 消费和第三产业 消费和第三产业 现在占到GDP增长的78.5% 我按照我们官方的说法 说这是好事 说经济转型已经取得成功 过去我们依靠投资 依靠出口 现在已经是依靠消费和第三产业 听起来好像有道理 但是大家要看到 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 投资大幅度的放缓 依靠消费 我们还能够维持经济的稳定吗 还能够维持经济的稳定吗 我想消费现在 对GDP的增长 供应按照观光的说法 达到78.5% 这本身 一方面可能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更重要的可能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看看我们的投资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消费现在还能够支撑经济 快速的增长吗 过去四十年 改革开放四十年 我们有过五次的消费浪潮 五次的消费浪潮 第一次是解决温饱 第二次是新三大建 第三次是信息消费 第四次是什么 第四次是汽车 第五次是房地产 但是现在这样的五次的消费浪潮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已经处在一个尾身 汽车的消费在大幅度下降 房地产的消费也在大幅度下降 所以我们现在就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 这就是政治局会议题的六个吻 六个吻 网友调侃上 轻轻的六个吻 轻轻的六个吻 其实不止六个吻 再多给你三个吻 还有三个吻 还有吻汇率 吻储备 吻房价 显然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几个吻是很难吻的 目前看来这个吻汇率 吻储备问题不大 外资 基本上稳定 但是大家可以看 投资出口 房价 股市 就业 什么能吻呢 所以为什么我说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关键事叫反思 我们一起要反思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们正确的对策到底是什么 在经济下行的同时 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的大幅度 影子银行 急剧的萎缩 影子银行急剧的萎缩 央行的行长出来说了 有的媒体讲说 央行行长出来认错 说以前政策考虑不周 缺乏协调 执行偏离 强监管效应叠加 导致到信用的紧缩 这当然是重要的原因 但是其实这并非是 最深层次的原因 我们看到我们的 直接融资的市场 债券融资也好 股票融资也好 今年2018年都是 被腰斩 更多的是违约 企业债的违约 10月份以前 三季度 前三季度企业债的违约 已经超过1000个亿 按照官方的数据 企业债的违约 今年会超过1200亿 还有大量企业的破产 企业的破产 按照曹德旺的说法 现在的企业是 纯片的倒下 国有企业也倒下了 渤海钢铁 这是我们伟大的世界500强 这个企业倒下 它的负债预额 1920个亿 实际上它的负债预额 可能达到2800亿 地方债务 地方债务 现在是我们金融市场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麻烦 实际金额到底多少 国家审计数说 是17.8万亿 人大财经委的副主任 赫坑先生说 是40万亿 还要还不止 超过40万亿 而且没有一个地方 政府想还债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 还有股市的下跌 等一会儿我的好朋友 金颜石先生 金大侠要专门跟大家讲 好像他的说法是 股市的春天要来的是吧 等会大家听一听 股市的春天是不是会来 我认为春天还早着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股市的下跌 我要讲的不对 请金大侠批评一下 这个股市的下跌 只有1929年华尔街的崩盘 可以以此相提兵断 华尔街股市崩盘了十年 不就是全部的股票被腰斩吗 大多数股票跌到80% 跌起90% 你看看我们 那么我们今天要反思的一个问题 思考的问题是 股市之痛到底痛在哪里呢 股市之痛到底痛在哪里 有人骂证监会 骂刘主席 骂这骂那 我认为是骂错了对象 监管政策不合适 监管政策可能不到位 股市的政策面不到位 可能是重要原因 但不是关键原因 看看我们的利润结构 中国的上市公司说白了 不赚钱嘛 三千多家上市公司 这么一点利润谁拿走了 银行板块和房地产 两个板块拿走全部利润三分之 一千四百四十四家 中小板的上市公司 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利润 比不上一个办公上银行 这样的股市 它怎么可能成为牛市呢 我们买股票 主要是买公司的利润吧 企业的利润 它能不能赚钱吧 不是靠消息炒作是吧 靠消息炒作 我们的去找金大侠 那这么一个利润的情况 我最近看到一个报告 对比了中国的公司 和美国公司的盈利的情况 美国上市公司 盈利超过百亿美金 速食亿美金 那可要数之不尽 中国的科技企业制造企业 有几家上市利润 能超过百亿美金的 有一家 有一家 但是没上市 你们都知道是谁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说明什么 就是耶鲁大学的教授 罗伯特希德讲的 说股市短期不是经济的权益表 但是长期一定是 所以我想这个股市 如此的糟糕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中国实力经济相当麻烦 实力经济相当麻烦 那么股市的春天在哪里呢 我认为信心还是没有恢复吧 10月19号20号 连续出来了那么多条的政策 刘和副总理 我们的校友亲自牵头 喊话 那个话喊得够好啊 现在怎么样 上个礼拜五又跌破2600 始终在2600左右 要是不活 所以股市的春天什么时候到来 等会请金大侠来分享 请金大侠分解 是不是有春天啊 有春天你提前告诉我啊 房地产 房地产是不用乐观的 这个话题 我的时间快到了 我不讲了 大家把这个数据 你们自己拍下来 我不能占用金大侠的时间啊 金大侠告诉你们买什么股票更重要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的金融风险 为什么叫三大攻坚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大家知道中国经济的下行 说到底是我们过去这种扩张的模式 增长的方式 发展的这种思维 重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脱石向虚 都玩虚的 都玩虚的 这是前任央行行 周小山行的讲的 现在我们的金融风险是什么 隐蔽性 复杂性 突发性 传染性 危害性 结构失衡问题 突出 违法违规现象 重生 既要防止黑天鹅 又要防止灰犀牛 有一个记者 问周航长 说周航长你说的黑天鹅在哪里 黑天鹅是哪几个 周航长笑耳不达 黑天鹅在你身边淡飞 你看不见 灰犀牛呢 灰犀牛随时发生 P2P是不是黑天鹅 弄了融资的骗局 是不是黑天鹅 区块链 罚币圈 是不是黑天鹅 房地产就是最大的灰犀牛 所以我们这种脱石向虚 在中国的表现 那就太多了 我这里列到十个表现 总之就是套利 去年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 总书记和总理 严厉的批评中国的金融业 说你们是自娱自乐 脱石向虚 金融乱象 重生 触目惊心 都是用的最高级的词 然后除了这些金融套利以外 大量的企业拿了钱去干嘛 不是去搞主业 干嘛去呢 我们的上市公司是没钱吗 这是官方的数据 权威机构的数据 过去十年 IPO定征 差不多九万多亿 九万多亿 百分之四十拿去干嘛 拿去炒股票 炒期货 参股金融公司 并没有拿去搞主业 他上市公司能好吗 所以股仙直押 现在直押 股仙直押要爆仓 要完蛋 从一个经济学者的角度 我是反对政府去救的 股仙直押你爆仓 就该爆仓 你干嘛要救啊 你为什么要把股仙直押 去搞别的东西呢 股仙直押的负债 你拿去干嘛去呢 我也认识不少上市公司的 创始人和老板 坦率的说 相当一些股仙直押的资金 并没有拿去真正搞他的主业 都去干嘛去了 都去玩虚的 还有很多的各种戏 我们上市公司买理财 买房子 官方公布的数据 我们上市公司买投机信买房 就是一万多亿 一两万个亿啊 所以中国经济全部都是玩虚的 全部都是靠杠杆 加杠杆 2019年开始 中国就走上了这个不归路 杠杆率极具的飙升 我们现在企业的杠杆率 是美国的 平均的杠杆率的三倍 日本的两倍 企业的负债率 非金融企业的负债率 全球最高 那房地上就更不用说了 房地上就不用说了 所以我想这些数据 分享给大家 我们这个反思 是不是有一个结论了 是不是有一个结论了 好 三年一度燕归来 现在又来了 现在又来了 怎么办呢 现在经济下行压力 可能是巨大 不是可能的 绝对是巨大 怎么办 又把老一套拿出来了 老一套 货币政策宽松 信贷政策激进 财政政策宽松 资本政策激进 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 在座的各位 都是我们人大商学院的校友 刚才我们的书记讲 人大商学院这么流 是吧 那在座的各位 都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你们思考一下 这些政策行吗 这些政策能够解决 中国的根本问题吗 我们今年的货币政策 不是不宽松啊 今年我们释放 四万亿流动性 对中教中期接款便利 释放2.3万亿 2.3万亿乘以货币乘速 也是十几万亿吧 然后信贷政策 设出了三支箭 号称一行长三支箭 第一支箭是贷款 第二支箭是发债 第三支箭解决股仙支押 还有更奇葩的 提出了125的目标 我们最近到珠三角 到一些地方去调研 当地讲啊 说地方政府的官员 把银行行长找过去开会 说你们要求跟哪些银行贷款 这不又是胡闹吗 这是不是胡闹 所以我们我们现在的问题 大家要反思 我们这样的政策 能够解决我们深层次的问题吗 然后再就是要求债转股 要求债转股 资本市场当然这个政策 出台那么多条 我看不是真正管用吧 出台那么多条 两个月了吧 10月19号到现在两个月了 能管用吗 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去认真反思 我们到底经济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我的基本结论 我反思的结论是什么 我们现在中国经济的问题 已经不是这个速度的问题 数量的问题 它是一个质量的问题 19道报告写的好啊 18年三中全会也写的非常好 重大决定写的非常好 可惜我们很多没有落实 我们中国结构的问题 19道讲的六大不平衡 更多的是不充分的 在这的各位都是企业家 都是我们人民大学商学院的校友 你们去思考 各位去思考 这些问题靠什么信贷 激进货币宽松 能解决吗 能解决吗 而且 我正在讲 信贷货币财政制的短期调整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上述不平衡 不充分发展的问题 我们仍然没有跳出旧的政策 框架和思维方式 能否转新升级成功 关键是看民营企业的活力 关键是看政策 能否激发企业家的创新活力 玩货币 玩信贷 我们玩这么多年 现在的这些麻烦 不就是玩货币 玩信贷玩出来的吗 房价玩得这么高 大家看一看 民营企业真正面临的核心问题 不是融资难融资贵 融资难融资贵是叫苦 叫苦不迭 当然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害怕政策的不确定性 害怕政府不守信用 国务院的领导人 在常委会上明确讲 中国最不守信用的是谁 最不守信用的是政府 所以现在要把一些政府 列为老赖 解决企业相互拖欠的问题 首先是要解决 政府拖欠企业 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 大的民营企业 拖欠小的民营企业 三大成本的持续上涨 所以减税降幅是首要的诉求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 我的基本结论是 短期的这些货币信贷政策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中国的经济要真正的持续的 稳定的增长 要走出今天面临的困境 必须要实施 这三项实质性的改革 这三项改革 我把它开挂成为 叫税改 政改 国改 减税降负 那怎么才能减税降负呢 必须要把政府的这个 结构把它精简 人员要大幅的裁掉 政府要精简 政府的开支要下降 就必须要实施政治体制的改革 政府体制的改革 北京大学的周启仁教授 我非常尊重他 我也非常喜欢周启仁教授 他这些年一直讲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社会智力成本太高 社会智力成本太高 所以这三项 那么还有政改 政改再就是国改 国家智力体系 当然还有一项教育 科研教育科研体系的改革 所以据说啊 后天要召开 今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 隆重的大会 我们衷心的期待 在这个大会上能够 吹响进一步升华改革的号角 我们拭目以待 能不能在这些改革方面 有真正的突破性的进展 如果没有 我最后的结论是 中国经济将陷入 相当长期的 非常非常困难的境地 特别的